他流入出汗嗎 流入出汗嗎 他很害怕 游泳館有點快站不住了 因為我相當累 對不對 昨天到現在 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 我充分感受到 最後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運動 他是一個人體極限 大挑戰 大 我覺得很像科學家 我們在做實驗 白老鼠就是你自己 他所做的很多事情到最後 他完全是用科學 去違反人體極限 以達到這個體態 先把自己撐死 再把自己餓死 然後要有超凡的意志力 無論是訓練 還是隱控 健美運動員向來 隱控為世界之名 就是說他們在吃的方面 的確是 所有運動員當中 最嚴格的 對不對 最不能刀 好 這是我的敵人 我也是有個想法啦 想說 因為我在辦比賽 想說 看是哪一屆 然後我就準備準備 也不要準備也看那個 然後上台就可能 穿個短褲 當多人嘉賓之類的嗎 不是 我不是每次都會先講話嗎 開場 對 我可能故意這樣 然後一上去把衣服撕開 然後裡面已經 已經上色上好了 就跟大家演講說 我們也是 我有點這個想法啦 你知道 45歲了 我去年比了柔術 那今年在6月 也想要證明一下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跟館長一樣 也希望自己可以不斷的 藉由我自身 藉由我自己 這樣的咬牙 這樣的苦撐 可以帶給你們 一個激勵的作用 大家知道館長最近很辛苦 你們只是不知道 很快你們就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辛苦 你們到6月你就知道 我已經 一個半月 都 過得很累 但是公司不能沒有我 所以我一邊工作 一邊在精進自己 那今年呢 就是要 去把我的體格做一次展現 今年呢 就會想要剪子 然後呢 展現給各位看 所以今年 也是蠻辛苦 也是蠻辛苦 其實我訓練了三十幾年 我喜歡 非常多的項目 但是在45歲的時候 我今年45歲 決定開始做 是因為 我從去年開始 就在找目標 去年是柔術 我也想說人 一定要給自己一個 目標啦 然後我們要去達成 這樣我在生活上 我才有追逐的夢想 然後加上我們本業 對 所以我非得這麼幹 那我們也訓練那麼久 只是說我們自己站上去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是一個 對我自我審視很高的 相對我在找的人 條件也會很高 那Simon 在做就是都做得到 做不到就不要來找 所以做得到 然後 體態方面 經驗方面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 四個很適合的人選 我如果說健美選手來講的話 整個資歷大概有十幾年 十幾年 那當教練的話更長 那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是在於他的資歷 因為資歷是可以讓你去 收集更多的一個 參數更多的樣本 你是從一路一路的錯誤 一路的錯誤 到現在 越來越少錯誤 到最後 我去 有辦法 發現錯誤 去修正而已 阿館會參加比賽嗎 我希望 我到時候上去 我可以 脫衣服 我可以這樣 然後出來展示一下 拿個麥克風 出來展一下 跟大家講講話 這時候我 在跟師傅有一次見面的時候 師傅跟我說 欸 這次活動 你覺得 如果我想要上台 可不可以 他那時候講上台 然後我想說 還是要比賽嗎 我說OK啊 當然好啊 沒有人看過 對不對 就覺得說 師傅如果你今天想要比賽 那何樂不為呢 對不對 推坑大家都會 我覺得我應該為他做一點事情 開始約他練習 我一開始約了兩三次 其實我知道 在訊息上面來講 他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他根本就是沒有去理會這個事情 知道有一次真的很剛好 那一次他就回了我 OK 那我們剛好在林口 我們去訓練 那一天開始 他就知道 我不是一個 另外一個選手的身份 過來說 我們找你一起訓練 我是全心同意他的訓練 去 support 他 去幫他 把他推出去 我們在訓練的時間 差不多大概一個小時多 但是訓練的 容積真的很大 很辛苦 其實 很多控制 我要來講很多控制的訓練 他不是說 你用健力的方式 你用爆發力 教練會阻止你用爆發力 阻止你代場 控制你的所有走向 做一個持續發力 那是一個很辛苦的訓練 然後睡也睡不好 然後身體發炎 我們是一個自由觀的人 但是你要準備比賽 你就是要被束縛住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你要給自己一個壓力 做起來處處都是壓力 睡眠不好 情緒不好 肚子餓 訓練身體發炎 你彷彿在 一個很艱苦的環境之中 去達成你的這個目標 我覺得還是很有意義 你征服的不是別人 你征服的是自己 對 把你的慾望降到0 可以啊 杯子一定放得出來 遇到知音是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我們中間歷經了很多事情 包括今天所謂的拍片 像是管練的一個系列 對不對 各個來賓來 所以他其實會在一次一次的 跟這些人去交流的過程中 發現我教他的東西 跟我告訴他身體的排列 跟一些控制 跟這些人有一些地方 跟不約而同的相似 甚至他已經聽過我告訴他 這個訓練動作該怎麼去做 活動範圍可以走到最大 我覺得每一個人來帶我的要求 都不太一樣 其實這出在人體的軀幹上 也許他們的練法是適合他們 我也許很不適合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他們有些動作 我又覺得很適合 我自己的感覺啦 因為我軀幹的關係 還有再來是我極度不適應 他們的訓練的頻率 這些人他們的一些訓練經驗 我們不敢說今天到底好不好 但是他的身體會有感受到 所以我每一次 在他這些訓練過程中 教練過程中 我都會在下一次的訓練日 直接跟他去做一個討論 去把這些所有 我看到他身體的操作 當天感覺怎麼樣 跟什麼樣的地方 他的一個觀念怎麼樣 去讓他去做一些嘗試 讓他去體會一下 身體是不是要這樣去執行跟排列 那他自己覺得的確喔 他就大概一個能去理解 再來我跟大家強調就是 你自己訓練 就算連選手他們自己訓練 跟被人家盯著訓練 那是不一樣的世界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館長沒有做很重 為什麼這麼喘 這麼累 其實一支影片啊 我們都練很久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東西都呈現出來 很難呈現 中間一定要剪掉很多東西 事實上是休息時間非常短 控制的能力要求得非常強 我的確學習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他也是在學習 然後我也是在學習 我學習讓他怎麼去 進入到所謂真的健美的世界這樣子 畢竟我也練了那麼多年 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加上別人 我相信 這次很多選手來陪我訓練 最後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吸收所有人的長處 未來可以讓我自己變得更好 帶的感覺要再多一點 來 來 其實我之前 很沒有自信是因為我的腿 大家可以常在以前 我還沒中槍之前的影片看到我 很愛拍練腿 力量很大 揍得很重 腿很粗之類的 這種中槍之後 腿就萎縮嘛 肯定的 然後訓練也非常痛 我就是一直想把我的腿練回來 我以前 覺得我的 背 覺得我的 整個肩線加斜方 這一線 體圈的時候 提他130幾公斤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粗 雖然肚子有 但是真的整個軀幹的重量 整個軀幹的體感 寬度 真的比較好 不過現在我覺得 玩Body Beauty它就不是這樣玩 它是一個切削技術 你如果用很極端的方式去把一個模型 一刀一刀的去刁它 那 都是很辛苦 其實你知道當我們要上去 我們的腦袋裡面是很 極端的 定住一下 你恨不得多做些什麼 讓自己看起來更好 但是我知道我這次上去肯定不會很好 我一直覺得不會很好 我周邊人都要說 我看起來很不錯 但是我一直覺得我 沒有很好 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喔 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自我的挑戰 我也想證明給大家看 很多觀眾在問我說 我適合練嗎 我現在幾歲了 我很胖 我適合練嗎 我都說 任何人都適合練 幾歲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的意志 我只是給大家證明說 我願意做 我努力做 最重要的是我跟選手一樣 大家來參加我們比賽也都很辛苦 我也辛苦啊 我只是跟大家講 我們主辦比賽 這次我站上去的意義 並不是讓自己帥 我只是要跟所有人講 我也做得到 雖然我不是最棒的 但是我跟大家是一樣的心態 一樣的辛苦 這樣走過來 我記得六月一號那時候 我去華龍洲的一個活動 那我那天跟他講說 我在整個過程中跟他請了一天假 那希望他可以自己去做訓練 他那天是練背 然後我就 活動過程中 我就很緊張 想說他今天練得好不好 他今天怎麼樣 就傳訊息關心他這樣子 然後憲哥 他突然回我訓學的時候 他丟了一個影片過來 他說 他怎麼今天不是回我什麼話 是丟影片 他丟了一個影片 他在學接見你知道嗎 吊子單槓 然後身體這樣撐在那個地方 然後身體在空中打平 他說怎麼樣 看 力量還不錯吧 還掉得住吧 我心裡想說 還有力氣耍飽 OK 沒問題 那下一次就死定了 就這樣 最印象深刻這樣 我覺得啦 大家訓練都會找方法 我接觸非常多的信心 大多數的人都想要找接近 那這種東西其實沒有接近 大多數的人也想要使用藥物 直接 登峰 所有的訓練 就算你今天用藥物 它也不會讓你舒服 絕對不會 它只會讓你更加不舒服 藥物的東西是不舒服的 你要做這些訓練影控 各方面 也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上台就真的是帥 這種帥是其他運動 永遠沒有辦法帶給你 而且健美選手 他不是在比賽的時候帥 他在日常生活當中 每一天都很帥 他不用穿LV 但是他走在路上 他就是腳踏 這就是bodybuilding的魅力 只要你能付出 一定會有收穫 對自己好的方式就是折磨了自己 付出一分 他就給你一分 有人說訓練使人快樂 訓練並不快樂 我們為什麼這麼熱愛訓練 就是因為我們需要進步 但事實上訓練永遠是痛苦 但是我們要享受這個痛苦 因為痛苦之後就是成功的果實 好爽一點我自己煮的飯最好燥 但是那個白米啊 我們那個電鍋 你知道嗎 剛跳起來 剛跳起來 剛跳起來那個濕潤濕 然後它不會太乾也不會太濕 自己家煮的 然後沉起來 吃配的吃 你是用電子鍋啊 蛤 電子鍋啊 這電子鍋現在都很厲害 很厲害 那你娘你給它放好 然後進去絕對不會造成 你知道我們 真的是什麼都想吃耶 幹你啦 真的是什麼都想吃 尤其是披薩炸雞 喔 不行我一定要連吃豬肉吃一個禮拜 幹你還沒吃 脆骨頭 脆骨頭 沒有我想要叫他做什麼滷肉飯 恐怕沒有吃一下 吃一下 我不會吃 我也吃不了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 我說是這樣說 我之後食慾應該很差 但是我相信到時候 東西擺在我面前 我也許 都吃一點我也吃不下 因為我們的胃 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雖然很想要吃 但是我們吃一點東西 我們可能就 我啦我會啦 別人可能會暴贏暴死 聽說很多選手都暴贏暴死 我可能沒辦法 但是你說最想吃的東西 我覺得 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都可以 反正不要再他媽的 不要再他媽的那些東西 就對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 他會就位耶 然後在那邊擺定 反正你們就講一個什麼嘛 然後他一結尾 燈一打 音樂一下我就走了 我就做我該做的事 我就做我該做的事 我本來是想說就是 對 我們歡迎就是 0號參賽選手之類的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壓力 我們就沒有參賽 你就直接講說 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 GKBB的 GKBB創辦人 對啊 然後成績事案館長 然後就 大家掌聲鼓勵 然後就可能 講聲嘛 停一下 看你們在場控 停一下一兩秒 燈就一直打 燈一打 跟音樂一下 我就動作就會 我們的動作就會開始擺 然後我就會走出來 不要肥油 我不會 不要肥油 沒有肥油 很適合你的小動作 振臂的動作 吹奏的動作 都跟你的形象 師傅現在請你閉上眼睛 深呼吸一下 想像下現在表演前的心情如得 一定很緊張 畢竟這指頭你知道 這一刻永流傳 我是很擔心真的沒有很帥 就唯一就是狀態沒有很好這樣子 或者說上去不知道自己在擺什麼東西 穿個四腳褲 穿個內褲 穿個比賽褲 那非常短 然後屁股蛋 然後老二貼著這樣 然後腿露出來這樣 就是真的是一覽無力 那種壓力就很大 那種壓力真的大 好 吃嗎 師傅 我沒吃空腹超過12個小時 睡眠呢 睡不太早 因為太想喝水 今天結束師傅應該會比較舒服一點 我現在倒不想吃東西 我想很想喝東西 然後海中出現的都是茶 冰的茶冰的 冰的喝的東西 解渴 解渴的東西 好大家好 準備了四個月 然後現在剩幾個小時就要 現在幾個小時就要開始比賽 然後 這次準備了很 很吉辣 現在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我這一週都是蠻不舒服的 因為最後一週斷碳 然後今天是 昨天到現在斷了20個小時的水 所以 所以 蠻不舒服 然後就 我們來看看吧 最終 大家看這個比賽會怎麼樣 還有我會上去表演 大家看覺得怎麼樣 OK GO 髒髒感覺怎麼樣 怎樣 身體髒感覺怎麼樣 你家客人知道 很扁啊 很扁啊 很扁 太有進去的感覺 都不知道欸 很扁啊 所以你這麼亮喔 靠腰咧 屁股好痠喔 我處理看看 我走進來 一點點 很痠 那先放著 先放著 所以我會從這邊走進來嘛 然後 它會整個暗掉 我整個暗掉 我走不去看我人在哪裡 其實你還是看它 它會發光嗎 有一點點光源 喔 那就是在這個點 好 好 你那這樣有感覺嗎 好 手指要喝醉 不行 還要再搞定 不知道 現在都覺得自己好變 肌肉用力都沒感覺 不知道自己在比賽嗎 真的嗎 站起來都不一樣 不知道自己在比賽嗎 好 走 要去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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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噴一噴一噴 第一次看師傅這樣 帥吧 滿帥的 是因為我們家弱到 煙八的 對啊 對啊 今天他說有嗎 加上去跟他們的計算式一起 我有在家 我有過百 我覺得這樣真的太乾了 我覺得這好像累 然後效果我們都很好 我覺得不會喔 我覺得效果很不錯喔 應該是說可能你覺得 的狀態可能要跟我們一樣 但是我們 職業選手啦 不是 對 這次最能過就是這個 不能夠 不是這樣子嗎 比較難過 不能夠 你現在會覺得冷冷了嗎 那讓我讓我 等下這個時候看一下 就是如果說你覺得 你的用力起來 你會覺得軟軟的力 可以稍微吃一點點 那是不會 很難喔 謝謝 讚 好 所以想要說 我有這邊的感覺嗎 我還要冷靠 可以喔 還可以喔 但是今天二爪記得 不能退 因為這樣看 這樣會 這個感覺 就不會 會轉上來 OK 還有這個感覺 打開真的 打開很棒 打開很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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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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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等一下 30分上台吧 30分上台吧 可以抓住你10分上台 那我慢慢讓他補一點水喔 一點點水 我覺得OK就OK 我覺得OK 我覺得差不多 你會覺得很渴對不對 補一點點 慢點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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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點 OH SHIT 扛住 什麼味道 這什麼味道都有啊 哈哈哈哈哈哈 OH SHIT 它這個鞍酸的 這個前面這個字代表它 它是 代表它是什麼味道 東門鞍酸 東門是 東門科 它是 味道很像是那個 番茄 瓜鞍酸 它味道很像是生的瓜味 金的話呢 一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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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在補一點 來 我在補一點 屁股這邊 你感覺還是OK喔 上去幹什麼 沒有問題喔 你會很鬧苦喔 因為我是真的是 準備蠻辛苦的 這樣 我能感覺得出來 就三個月被他這樣弄一個 二媽的花生片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老闆的話 我應該可以拿這個片 哈哈哈哈哈哈 你流不出汗嗎 流不出汗嗎 流不出汗嗎 剛才看到我 都沒有流 因為他們 差不多開熱 對對 慢慢熱熱 師傅也不會想要尿 尿不出來 沒有水 完全沒水 尿不出來 好 太黑了 我們是三十分要上來喔 對三十分 對 給大家趕快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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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 是不是緊張嗎 我已經不緊張了 我只想要 喝水 喝水 加油 加油 被一次賽 他媽的 好像少了什麼生病之類的 一魂被抽走之類的 我們接觸健美是很 長久的時間十幾年來 我們都很熱愛這項運動 我45歲了 身體力行 刻苦訓練 刻苦一次 這是我的夢想 嗨各位觀眾朋友 還是在線上 觀賞直播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歡迎跟我一起參與 GKBB第四屆 成績思涵 全國健美公開賽 我是今天賽事的主持人 汪在菊 本次賽事正是開始之前 是不是先讓我們 要介紹我們的貴賓啦 歡迎我們 GKBB創辦人 陳志翰先生 我站上台 享受大家的掌聲 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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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穿一下 好 這個是我今年第一次嘗試 然後我是想藉由這樣的一個 來跟所有選手說 館長可以感受到 館長可以體驗到 每個參賽選手的辛苦 首先在這邊感謝 第一個要感謝的就是 我們全體參賽的選手及教練 阿館感謝你們 謝謝 那接下來就交給我們的 所有的這些裁判來跟大家講規則 阿館有點快站不住了 因為我相當累 對不對 昨天到現在 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 我充分感受到 最後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再次熱烈的掌聲 帥帥帥帥 有帥嗎 帥 我們要加冰塊 終於可以喝了 慢點齁 我剛剛可以嗎 可以阿 我都不知道要比什麼 哇可以耶 超常發揮 是嗎 對阿 你自由更多 稍微忘記了 背面認好 對 你稍微什麼都放心 因為我想說 這邊是不是太少了 稍微那個OK OK 希望下次會更好 下次準備時間比較長 這次四個月影控 三個月訓練 最後一個月最辛苦 然後我就覺得 身體好像沒有辦法去失業 我覺得應該 還有很大的進步 其實站上這個舞台 是一個壓力很大的一件事 最後一天 最後一個小時 最後半個小時 最後十分鐘 也已經在台邊等 最後一分鐘上去 都有不一樣的情景 然後直到站上去 燈光一亮 帥就完事 帥就完事 結束了 還是有很多缺點 希望 下次會更好 一定會阿 我剛剛的距離其實很遠 其實 真的是我 突然看到時間在驚覺到 你要上去 然後燈就按下來了 我的感覺真的是很緊張 因為我很怕那個第一個點 燈控出問題 音樂不同步還是什麼 那結果 第一次要去 啪 你是我拉起來 然後OK沒事了 我覺得整體 真的都蠻棒的 超出我想像沒力氣 我還是想希望明年會更好 當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對我一天鼓勵 你不知道 我們的壓力絕對比選手大 第一個出場 大家都沒看過我上場 第一次站上去 你知道到最後一個禮拜 是焦慮症發作 其實你人很不舒服 會煩惱會焦慮 然後身體又不舒服 然後比到最後三天就會覺得說 幹我為什麼要這麼幹 但是你現在做完了又覺得說 撐過來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玩健美運動 你一定要來比過 你才知道自己缺點在哪裡 我覺得最終一定會達成你想要的 只是說 怕你覺得這很苦這樣子 對但是真的很帥 真的很帥 真的很帥